但他們的雞腿排是去骨去皮的 等一下我應該也是點這個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邊是他們的自助食蔬區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蔬菜 可以自己去夾 這邊就是隨便你夾的 在旁邊還有我用點數換的蝦子 還有附一個小夾子 1 2 3 4 5 6 總共有六圍 這是它的橫切面 裡面的肉素是非常的飽滿 我覺得他們家的蛋餃真的是蠻好吃的 各位這個蛤蜊是真的很大顆有沒有 我也還沒有拿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今天要帶大家來去吃一間 我很常去吃的火鍋店 算是我的口袋名單 然後它營業到半夜4點 所以呢 基本上你要吃宵夜的話也蠻適合的 那我們現在先過去吧 登登就是這間啦 十二段鍋屋健行店 然後我們有定位 基本上來這邊吃建議要定位啦 不然的話不容易有位置 好我們進去囉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們的菜單 首先第一個你就選一個鍋底 那混不合風是不用另外加錢的 剩下後面就是要它加價的部分 那他們現在也有一個冬季限時的一個鍋底 就是黑胡椒豚骨跟藥燉麻油 另外他們下面其實還有海鮮套餐啊 不過一般來講呢 大部分就是直接從這邊去選的套餐 有豬肉牛肉海鮮雞鴨羊 然後還有雙人套餐 那這邊的話就是這邊的套餐價格 再加上你前面選的湯頭的價格 這樣就會是你這一餐的價格囉 那另外剛剛的價格 都還要加10%的服務費 用餐時間是100分鐘 那他們其實有供鍋費 那也有一個低消費 因為他們的蔬菜是可以吃到飽的 外面也有蜘蛛吧 等他帶大家去看看 那背面的話還有他們的其他單點跟主餐 這邊就是可以單點的東西 然後這也是 那下面呢我們還要再選一個主餐 那這裡是他主餐的部分 上面這些是不用費用的 你就選一個 那下面這些就是可以加價升級的 另外這邊有一些肉品產地之類的 那我們就先點餐 那我自己其實還蠻推薦他們的 雪藏雞腿排鍋 然後它是有雞腿排 再加上下面三種 可以選一種 蛤蜊、鯛魚或鮮蝦 那他們的雞腿排是去骨去皮的 等一下我應該也是點這個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先點餐囉 他們點餐的方式很特別 他們有一個方塊 然後上面就有點餐 加湯 然後還有服務跟清潔 那只要挑你需要那一面把它翻倒 他們就會過來做這個服務了 這是不錯的設計 然後這裡有面紙、垃圾桶 那桌面是用IH爐的 那這是私人做的桌面 它的桌面看起來已經很大了 但是呢 因為它的東西其實真的蠻多的 所以如果是四個人做滿的話 還是稍微有一點點小擠 但是等一下你們看就知道了 那另外他們也有筷子跟湯匙 湯匙的話 這也是做一個凹槽的設計 可以放在鍋子上面 那像我們現在要點餐 所以呢 我就選到點餐 然後把它放倒的 這有個檯子可以放 其實不放在上面也可以 你就會放旁邊 這樣也是OK的 最重要的是要讓它這一面朝上 那他們其實有LINE的會員 我自己是有家 因為我真的太常來吃了 那這邊有它的規則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它是每消費100元 就可以累積1點 所以我現在有19點 我剛剛其實已經有拿來換了 那我如果想換東西的話 下面其實有各種點數的兌換 比如說3點的話 你就可以換腐皮跟魚皮 那5點就可以換豬肉 蝦子 雞肉 鮮科 蛤蜊 或鯛魚片 其實我就這個 就已經蠻划算的了 8點的話 就可以換小培豬 或者是牛五花 10點可以換櫻桃鴨 黑豚豬 或者是牛板劍 15點的話 就可以換老饕牛 松板豬 或者是雪花 小羔羊 那另外 它這裡都會告訴你 即將到期的點數 因為它的點數是 用餐後 算63天 所以像我這裡 就有2點是 2024年的1月12號會到期的 不過以我來吃的頻率 是完全不需要擔心到期的問題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菜單 前面兩個是湯頭 然後我的雪腸雞腿排 是配蛤蜊 那魚兒是吃鯛魚片鍋 那主食的部分 我們點了白飯跟雞蛋 另外我還換了一個蝦子 所以總共的金額是814元 再加上服務費 總共是895元 先來介紹一下他們自助吧的部分 首先是冰淇淋 這邊是北海道食聖乳人的冰淇淋 而且口味非常多種 一共有8種 然後上面那裡都有貼他們 這個到底是什麼口味 旁邊這裡呢 是泰國民果冰淇淋 有4種口味 那很多人都推薦這個白玉莉芝口味 大家有空可以來吃吃看 旁邊這也是他們的醬料碟 那這也是它的醬料 基本上基本該有的都有 大家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在旁邊這邊有一台咖啡機 那除了咖啡之外 也有奶茶跟熱牛奶 然後是雀巢的檸檬茶跟精血奶茶 這個算蠻常見的 再來冰淇淋的部分 有好食太妃糖可可冰淇淋 跟阿黃甜冰淇淋 然後旁邊這裡 它有蘇果汁 烏梅之客 畢絲跟日式煎茶 日式煎茶是無糖的 然後旁邊這裡就是可樂雞啦 另外他們有一台雙麒麟雞 然後這看起來是韓國的香草口味 那下面這邊呢 它是有甜筒的 而且這個甜筒還蠻好吃的 我每次來都會拿這個甜筒 但是不是夾它的雙麒麟 我拿去夾剛剛的食聖煮人冰淇淋 那這邊是他們的自助食蔬區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蔬菜 可以自己去夾 這邊就是隨便你夾的 那盤子的話是使用下面的盤子 然後他們還有這邊蝦仁華 這個其實也蠻好吃的 跟大家大力推薦 旁邊還有老油條 這是我點的石頭鍋 它是經過爆炒的 然後裡面就是非常非常的香 那這個石頭鍋 它的邊邊會比較燙 所以要小心不要燙到 那現在羽兒正在放的是它的料 它的是昆布鍋 那它的鍋體不太一樣 然後昆布鍋就是比較清淡一點的鍋 好我們的主餐來了 這個就是我的雪藏雞腿排 你看它其實超大一塊有沒有 而且都是去皮去骨 然後蛤蜊也是非常大顆 這個蛤蜊應該有一個50塊錢以上的大小的吧 在旁邊就是羽兒點的鯛魚 滿滿的鯛魚 在旁邊還有我用點數換的蝦子 還有附一個小夾子 123456總共有六圍 其實也算是還不錯了 那剛剛的蝦仁華 其實你可以找一片菜 然後把它放在上面 這樣子要丟進去就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它這次來是蝦仁華 之前還有看過豬肉滑跟花枝滑 對然後我看到剛剛還有檔鵝 這個菜色其實每一次來可能會不太一樣 但是大致上就是固定那幾種在輪流交替 好那我們就先把它放進去吧 哦對了它的天鵝魚鍋跟蛤蜊的部分 它其實都有附這種湯匙 所以你可以撈起來之後把它放在裡面 到時候比較不會不見 那也要來特別講一下它們的蛋餃 它們蛋餃的蛋皮啊 跟外面一般廉價火鍋店看到的不太一樣 它非常的厚實 所以在裡面煮的時候呢 也非常不容易破掉 那我現在從中間咬一口給大家看一下哦 這是它的橫切面 裡面的肉是不是非常的飽滿啊 我覺得它們家的蛋餃真的是蠻好吃的哦 各位這個蛤蜊是真的很大顆有沒有 哦我也沒有拿好 哦這個真的是超級大 而且吃起來真的是非常飽滿鮮甜哦 我已經看到魚兒那邊正在放兩個蝦子 等一下應該就是要用它來處理這些蝦子吧 好啦終於吃飽了 最後呢一定就是來一隻甜點的冰淇淋來做結尾啦 那它冰淇淋其實我覺得 以今天的狀況來說還蠻好挖的啦 大部分的情況每次來 目前只有一次稍微真的比較難挖一點 但是其實平常普遍來講 都算是蠻好挖的 並不會怕大家吃 而且它的餅乾真的還蠻好吃的 好啦吃飽出來了 那這家它其實是我個人非常常來吃的一間火鍋店啊 所以應該算是蠻推薦它的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老實講停車呢 如果你真的是巔峰時間不太好停 那附近是有柯博館的停車場可以停的 就是如果你不嫌走路稍微一點點小距離的話 可以停在柯博館然後再走過來這樣子 那機車其實也是不太好停的 可能也是柯博館那個區塊去找一下 有沒有停車位可以停這樣 那來這邊吃的話就是 巔峰時間一定要記得定位 沒有定位基本上都要等超級久 那另外也要提一下 12段鍋物它並不是每一間都是蔬菜吃到飽 有一些它是給菜盤的 大家要自己多留意一下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可以分享到rif�io 我們會不會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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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